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外交部表示 欢迎宏多拉斯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 台湾商业总会率团访路 后续还有多个团体密集跟进 缺氮风波闹不停 陈建仁接受质询进轨辩称没有每天吃蛋 美国银行业危机持续发酵 第一共和银行股价继续暴跌 据报道 当地时间20号 宏多拉斯外长雷娜在与美国官员会晤后 美方表示 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是宏多拉斯政府的主权决定 他们将予以尊重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我们欢迎宏多拉斯尽早认清国际大事 做出符合历史潮流的正确决定 美国国务院3月20日发布的 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 布林肯国务卿就此发表讲话 再次对中国人权状况指手画脚 对此 汪文斌表示 美国发布的2022年国别人权报告 涉华内容充斥着政治谎言和意识形态偏见 年复一年的陈词滥调 不值一搏 世人从美国年复一年发布人权报告中看到的 不是各国的人权问题 而是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 以及对己一套 对人一套的虚伪双标 来而不往非利益 既然美国这终于给别国找问题 我们不妨帮助各国来了解一下美国的真实面目 3月20日 中国外交部网站发布 2022年美国民主情况报告 列举大量事实和媒体专家看法 系统梳理和呈现过去年美国民主的真实表现 揭示美国国内民主乱象 及其在全世界都受和强加所谓民主改造的混乱和灾难 再过几天 美国将举办第二届领导人民主峰会 向各国盘点和分派民主兑现承诺 这些做法无论是打着道义的花言巧语 还是操着利益的掩饰手段 都隐藏不住美国将民主工具化 武器化 推行集团政治 服务自身为霸目标的真实目的 经中央批准 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今年起恢复一年一半 今天 第23届投下会第一次筹备工作会议 在北京召开 本届投下会将继续增强大会双向投资促进 权威信息发布和投资趋势研讨三大平台功能 持续提升国际化 专业化 品牌化水平 努力打造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 商务部部长助理陈春江 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 厦门市副市长庄荣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本届投下会主动衔接商务部举办的 投资中国年系列活动 投资中国年主旨论坛及相关配套活动将在投下会举办 发布吸引外资的多项权威报告 举办中国外资企业站跨国公司与省长对话会 跨国公司地方行 中国投资热点城市系列活动等 吸引外资参与 打造全国优质项目集中路眼平台 期间还计划举办外资项目签约活动 高质量引进来和高水平走出去相结合 本届投下会还将设央企走出去展区 展览展示央企对外投资成果 发布中资企业国别发展报告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报告 抓住一带一路十周年契机 本届投下会期间还将举办 私路海运国际合作论坛 一带一路发展高层论坛等活动 本届投下会持续探索展坛会融合 规划12万平方米展览面积 设置投资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项目资本对接三大展区 坚持绿色低碳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道路 集中展示产业科技创新成果 做优做实项目资本对接 加速推动展会数字转型 不断提升半会水平和半会时效 同时将以2.5万平方米的 项目对接洽谈馆为载体 推动展览展示 项目路演和对接洽谈一体化融合 投资促进馆今年还设置了 全球合作展区 广泛邀请境外国家和地区 国际经济组织 境外投资促进机构 商协会等参展 展示全球发展倡议地方实践 据介绍 在论坛活动方面 2023国际投资论坛 将设置若干主题鲜明的 分论坛和专题论坛 围绕全球共同发展 国际投资合作 引进来和走出去 多双边经贸交流 RCEP 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 绿色经济和数字经济等热点议题 举办40多场高端会议论坛活动 古浪宇论坛将于9月8号晚继续举办 邀请98位中外高层嘉宾参加 打造一个促进国际投资 服务全球发展 深化各方交流与合作的高端平台 此外 本届投资会还计划举办 海外华商中国投资峰会 绿色中国低碳产业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 研讨全球投资趋势 引领产业投资风向 记者李小平 王凯 北京报道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许舒博 今天率团抵达北京 展开为期五天的访问行程 就两岸农渔业金融合作等议题 进行交流 据了解 台湾商业总会希望此访 能为台湾产业打开商机 理事长许舒博表示 此访主要讨论两岸食品流通 台湾农渔特产消往大陆 以及金融领域台商融资 金融业布局扩大等议题 另外 两岸观光 人员往来开放措施等话题 也将进行交流讨论 台湾商业总会主席赖正义则表示 近年来 民进党当局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久而共识 导致两岸制度化协商中断 许多岛内业者台商关心的议题 迟迟无法得到解决 在此背景下 商业总会此次出访大陆 就是希望通过民间人士组团的方式 传递台湾民众的心声 两岸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商业总会这一次 到北京去拜会做交流 也希望借着这样的机会 能够来解决一些过去经贸上的 促进更多的这种台湾的 包括农渔业产品 那么可以来销到大陆去 近段时间以来 岛内掀起了一股登陆热潮 在台湾商业总会之后 台湾工业总会 台湾工商协进会 和台湾33企业交流会 将在四五月间分别组团来大陆参访 此外台东县政府也将于3月22号 组团到北京 商讨台东县农产品销售问题 对此台湾海峡两岸 金贸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邓代贤表示 如此密集的登陆计划 是岛内业者谋求自救的真实写照 此前由于多次减出并虫害 台湾部分农渔产品被暂停输往大陆 民进党当局不自我反省 反而继续甩锅引发不满 他们这个回应不是太积极 老师说这个大陆是政治打压 或是其他的借口 我觉得这样不但是损害两岸关系 同时也是损害台湾的农渔民 中小企业的权益 那现在这个很多中小企业 都自发的组团到大陆去 自发的组织这个类似自救会的这个团体 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 把世家的品质管理好 把世家的那个防疫防虫 的这个方式要提升 我相信这是有助于两岸的 这个农业交流的良性互动 岛内侵律民调机构 台湾民意基金会21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 七成七的台湾民众乐见两岸恢复交流 降低紧张关系 该机构负责人游盈龙表示 这传达一个强烈且清楚的讯息 绝大多数台湾人期待两岸降低紧张关系 恢复正常交流 这是一种很朴素自然没有心机的愿望 台经济事务主管部门20号公布数据显示 今年2月台湾外销订单金额仅为421.2亿美元 同比减少18.3% 连续6个月负增长 其中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集成电路芯片出口 猛跌超三成 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岛内舆论担忧 美国毁台的第一步是从穷台开始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外销订单陷入六连黑 从主要货品类别看 2月资讯通信产品同比减少20.3% 电子产品同比减少21.9% 化学品同比减少26.9% 从订单来源方面看 美国市场订单金额131.9亿美元 同比减少12.6% 大陆含香港市场订单金额82.8亿美元 同比减少35.5% 长期以来 大陆一直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 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 2022年两岸贸易额达到3196.78亿美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 半导体行业作为台湾出口的支柱产业 今年2月 台湾对大陆含香港的集成电路芯片出口 比去年同期下降31.3% 创2009年以来最严重跌幅 与此同时 台湾2月运往全球的半导体总量 也比一年前下降了17.3% 全球经济流通并没有停止 但是你得遵循规定 所谓的自由贸易死掉的感觉 或者秩序的感觉就会来 分析认为 美国拉上台湾地区 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 企图以此遏制中国大陆芯片发展 但同时也让台湾地区失去了最大的出口市场 失去了贸易红利 在大陆加快自主研发生产高端芯片步伐 减少对台湾芯片厂商的依赖之后 台湾半导体产业将面临激烈而残酷的市场竞争 岛内舆论担忧美国毁台的第一步 或许就是从穷台开始的 而穷台效应已经开始显现 稍后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缺氮风波闹不停 陈建仁接受秩序迎进 诡辩称没有每天吃蛋 是否加入国民党提名委员会 侯友宜表示 为台湾好的话义无反顾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岛内接连出现缺氮缺水缺电局面 民怨四起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 今天在台立法机构接受质询时 却还力挺台农业部门负责人陈吉仲 称他已经为缺氮道歉了 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 要让鸡蛋供应充足 家人有没有买不到蛋的情况 目前都是我太太在做饭 所以我不太清楚 我不是每天吃蛋的人 缺蛋问题难解 台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陈建仁 今天在质询台上 遭到国民党明代的狂轰猛炸 现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来使得鸡蛋的供应能够充足 在四月份的时候 我们的鸡蛋的供应会比较符合需要 台农业部门负责人陈吉仲 日前宣称四月份 台湾民众可以不用排队买鸡蛋 眼看四月就要到了 连日来台农业部门忙着到境外去抢蛋 另外四月起台湾将调涨电价 平均涨幅11% 当被问到什么情况不会涨电价时 台经济主管部门负责人王美花 竟开始信口开河了 台电有算过那个三四百度而已 就是如果你没有开冷气的话 大概一家四口 你如果不是随便浪费的话 它一个月才三四百度 这番话让明代哭笑不得表示 夏天快到了 要大家不开冷气可能吗 据台湾媒体报道 国民党最快将在明天中常会时 通过中央提名委员会 处理2024年明代提名 新北市长侯友宜是否会加入这个委员会 引发关注 国民党的提名委员会将涉及到台湾地区领导人 明代提名容易引发党内纷争 外界认为侯友宜如果加入该委员会 又参与绝拙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有求援兼裁判之嫌 对此侯友宜选择勇敢面对 不再回避 我相信在提名委员会里面 担任县市所长的人 都应该会有机会共襄争取 为台湾好义无怀顾 毕竟身为国民党的最强母基金 本来就挑选未来助长伴伴 至于有没有求援兼裁判的问题 我自然认为是没有的 国民党在九合一选举中大胜 有不少青壮派示意员表态 要参加明代提名 引发世代之争 国民党今天召开记者会 呼吁参选者保持君子之争 避免同事操割 并要求有意挑战明代职务的人 必须签订公约才算完成登记 一旦有候选人将炮口对内 又屡劝不听 可能会被取消提名资格 甚至交由党继处分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军昨天起举行 有所谓小汉光演习之称的 联合作战计划演练 然而演习刚开始就状况频出 不仅有坦克冒黑烟 更有步枪瞄准镜 安装错误的乌龙 此次联合作战计划演练 从20号扶小起至23号结束 台军多个单位参与 各行战机与反潜机 也从各基地起飞参演 台陆军还现身城区 模拟城镇战 然而这看上去声势浩大的演习 却在一开始就出包不断 有网友称 20号晚行经新北西纸大同路的坦克 柴油引擎不断冒出黑烟 声音还超大 状况遭到可以请环保部门开罚了 也有人质疑说 这是不是古董级坦克 才会不断冒黑烟 还有人担心 坦克经过会压坏马路 军演出现的状况还不止这些 在台防务部门脸书 20号晚发布的演习照片中 一人的步枪瞄准镜安装出现了明显错误 这个瞄准镜并不是取代原本的机械描具 反而是装在步兵的护幕上 这将使得射手很难对着目镜观察 瞄准镜成了单纯的摆设 虽然台防务部门很快将这张照片删除 但仍被不少网友看到 有网友就质疑说 台军难道没有检查于使用他们的装备吗 既然安装了瞄准镜 至少看一下它的效果就知道装得对不对了 去年3月10号 桃园市炉竹区美孚仓储发生火灾 持续延烧了21天才被完全扑灭 造成的空气污染更是让民众吐槽 臭了40天 时任桃园市长的郑文灿在事发后 对美孚公司开出了600万元新台币的罚单 约合人民币是135万元左右 不过就在昨天有桃园市议员爆料 早在去年10月这600万元新台币的罚单就已全部撤销 议员质疑针对美孚公司的开罚只是演了一出戏 据台湾媒体报道 去年美孚仓储大火造成当地空气污染和废弃物恶臭等环境问题 让附近居民苦不堪言 时任桃园市长的郑文灿依照相关条例 对美孚公司开出600万元新台币的罚单 不过近日却被发现 美孚公司早在去年10月就上诉成功 600万元新台币的罚款因证据不足 条例引用错误等原因被全部撤销 桃园市议员牛旭婷质疑说 郑文灿当时高喊的最高罚则 只是转移舆压力的障眼法 最终目的是透过消极举证 确保财团利益 如果这件事情过了一年之后 被发现原来都是一场骗局的时候 你要怎么跟这些相亲交代 有多少人错失了可以讨公道的机会 那这个事情谁能够负责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糟糕 必须要面对 如果当初知道是法不完备 你为什么不说呢 还是说你从头到尾就是 你就清楚这个事 你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件事情 还是你从头到尾就知道 你只是在演戏 对于美孚仓储大火 所造成的一系列环境影响 美孚大火公害自救会 于20号下午 正式向当地法院 递交民事诉讼状 自救会发起人郭姿秀指出 事发至今美孚公司 从未有任何公开道歉 而桃园市前市府 当初还与美孚公司私下协商 代替民众 接受了美孚公司 给予的所谓木铃金 也就是每位民众两卷垃圾袋 如今得知连处罚都是骗局 完全无法接受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诉讼 可以形成一个判例 让美孚仓储火灾的事件 能够给社会大众一个真相 为什么这个臭味 可以臭到40天都没有办法解决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中南部旱灾形势严峻 南投日月潭近期 因配合下游农业灌溉用水 水位直落 近期蓄水率跌破六成 创下今年新低 受此影响 代表日月潭水位的 铜雕塑像 九蛙叠像 以及在潭区被称为 神秘黑洞的一流景建筑本体 都已全部露出来 称为焊像奇观 日月潭水位19号降至741.1米 蓄水率剩54.6% 破今年新低 铜像雕塑 九蛙叠像放置于 日月潭大竹湖水域 近年每逢缺水 它便成为焦点 日前 九蛙叠像上岸后 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造访 除九蛙叠像全部露出外 有神秘黑洞之称的 日月潭一流景也露了出来 管理日月潭水库的台电表示 这个神秘洞口名为一流景 是日月潭安全机制的组成结构 如果水位太高 过多的水量 就会从一流景排到下游的溪流 防止日月潭过度蓄水 确保水库安全 据了解 由于最近持续供应下游农业灌溉用水 日月潭水位下降明显 不过因春耕插秧 蓄水高峰已过 届时日月潭供水量 可从目前的每秒20吨 降至每秒10吨 降低潭区的供水压力 怕水过多的时候 会造成那个水坝的一个溃坝 那所以说它是一个一流景 那这个一流景的高度是 七四八点四八 等于说就是说 我们日月潭的最高水位 近期台湾中南部汉情严峻 包括阿里山南投县 均已传出 今年春茶可能出现零收成 短期蔬菜也因缺水影响 农民不得不延后耕作 可能会影响全年的蔬菜供应 稍后更多新闻马上回来 美国银行业危机持续发酵 第一共和银行股价继续暴跌 韩国指责日媒歪曲事实 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表达遗憾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两岸新新闻 本月银门银行 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 三家美国银行 在短短五天内相继关门 负面效应不断外溢 20号近来成为市场关注焦点的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股票继续暴跌 业界担心恐慌情绪蔓延将引发 针对美国其他金融机构的挤兑风暴 随着美国银行接连暴雷 市场担忧持续 美国第一共和银行股价 20号报收云美股12.18美元 下跌47.11% 该银行股票在三月份 已经下跌超过90% 据华尔街日报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第一共和银行的客户 近期提取了约700亿美元的存款 几乎占该银行存款总额的40% 一项由美国斯坦福大学 等多所高校经济学家 共同发布的最新研究发现 继本月早些时候 硅谷银行倒闭之后 美国又有近190家银行 面临硅谷银行的命运 之前美国的财政部 包括美联储 美国政府都高调 说美国的银行的市场 是极度安全的稳定的 储户们的资金也是安全的 为此兜底的 就是采用储蓄保险的基金 1000多亿美元 那么这样一种兜底的做法 如果银行的数量有限的话 似乎是有效的 而且也确实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如果像这份报告当中说的 有186家银行 都可能出现挤兑的 这种破产风险的话 其实就引发大家 对于美国银行业的一个担心了 分析认为 这些陷入困境的银行 都受到了美国财政政策的影响 暴露出美国在经济宏观调控 美元资产信用等方面的缺陷 据介绍 美联储即将于当地时间22号 公布新的货币政策决议 眼下的银行业危机 也让该机构在加息问题上面临两难 有专家就指出 眼下摆在美国当局和监管部门面前的是 两个政策悖论 首先对相关银行实施救助 会抵消美联储时下的紧缩政策效果 不救助则可能发生连锁反应 其次继续加息可能加剧银行流动性危机 暂缓加息则无法有效抑制通胀 此次欧美银行业风暴应该如何看待呢 更多内容请范伟带我们来看 范伟 好的 玉飞 此轮欧美银行业风暴的发生 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充分表明全球金融脆弱性正在持续上升 硅谷银行破产等一系列风险事件的背后 是全球正在进入一个高利率时代 2022年以来 未遏制不断飙升的通胀 全球主要央行几乎步调一致 全面加息 速度之快 规模之大 近20年罕见 但即便如此 美联储还表态 未来将加快加息步伐 这也加剧了全球投资者 对金融脆弱性显著上升的忧虑 硅谷银行系列事件爆发的微观原因是 内部治理失效 与外部监管失责 硅谷银行的潜在风险积聚已久 因此一旦出现利率波动 就会对银行资产负债和流动性产生严重冲击 通常而言 管理流动性和错配风险 是商业银行擅长的领域 但是硅谷银行的潜在风险 并没有得到银行内部高层管理者的充分认识 出现了严重的风控缺位 欧美银行业风暴已经对全球产生了影响 恐慌情绪蔓延导致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欧美银行业股价和债券资产持续暴跌 可能导致欧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出现严重恶化 风暴的蔓延更可能强化全球投资者 对政府财政救助的预期 随着市场预期出现分化 全球金融经济的不确定性还将进一步加剧 好的 以上是我的相关梳理 于飞 好 感谢樊维 我们继续来看 本月16号至17号 韩国总统尹锡岳访问日本 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 双方决定让因强征劳工等问题受损的两国关系 恢复正常 并重启两国首脑定期互访的穿梭外交 不过 韩国总统办公室官员20号指责日本媒体 就两国领导人的会谈 做出一系列毫无根据歪曲事实的报道 韩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表达遗憾 要求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 岸田文雄在会谈中敦促尹锡岳 切实履行两国在2015年底就未安复事宜达成的共识 同时要求韩国解除对日本福岛县水产品的进口禁令 此外 还有日本媒体称岸田在会谈中提及未安复和主导韩国称独岛问题 韩国总统办公室官员20号对此回应称 日本媒体上述说法毫无根据歪曲事实 针对报道中的过分内容 韩方已通过外交途径向日方表达遗憾 要求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这名官员重申 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没有提及独岛和未安复问题 当被问到两人是否谈及解除福岛水产品进口禁令时 这名官员表示不能对外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 该官员还表示 在另一场会谈中 日本国会议员向尹熙岳提及了福岛水产品相关话题 同一天 韩国民意调查机构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 尹熙岳最新支持率为36.8% 连续两周呈下降趋势 日本媒体分析 尹熙岳近期支持率走低 可能受到访日影响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简讯 20号泰国国会下议院正式解散 新一届大选预计将于5月举行 泰国媒体21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大部分受访民众支持举行新一届大选 据福岛电视台21号报道 东京电力公司方面称 19号零点左右 发现福岛第一核电站 一个储存核污染水的储水罐水位 下降了10厘米左右 经查这是由于通往另一个储水管的管道上的电动阀门 没有完全关闭 导致大约8吨核污染水流出 在经过多轮谈判后 野门政府和什叶派胡塞武装20号在瑞士任内瓦 达成了一项进一步换服协议 各方同意释放887名被俘人员 英国智库决议基金会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 从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 英国15年的工资增幅几乎停滞不前 这令英国工人每年的收入损失约 1万1000英镑 约合9万3500元人民币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两岸新新闻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